屏東的墾丁也是明顯的感受到風勢變強 吹起七季風 墾丁大街的店家幾乎都關門 週日的街道是相當的冷清 因為颱風停航 兩天的東流線 小流球有民眾手腕骨折 需要緊急就醫 海巡隊頂著風浪派艇前往救援 協助後送 中日下午三點後 墾丁風勢變強 雨則是間歇性下者 下午三點之後的墾丁雨是一陣一陣的 但是當地是已經吹起了七級的風 在這個龍盤草原可以感覺到風勢是非常的強勁 但是遊客是相當的稀少 出遊 碰上颱風 原定出海的行程取消 遊客到龍盤草原走走 卻發現風大到車門都快關不上 車門你有覺得車門不好開嗎 有啊 差點被吹走 差點被吹走 那你怎麼樣停著它 就拉著啊 氣象局側的恆春鎮沿海周日下午三點後 平均風力七級 浪高3.1公尺 南灣船帆時的沙灘海浪逐漸增強 肯定大街店家幾乎沒開店做生意 就在海邊看看 然後拍拍照就好啦 有覺得風浪比較大嗎 有啊 有啊 蠻大的 颱風影響海上運輸 屏東往返小琉球離島的東流線航班 三號起停航兩天 卻有小琉球居民週日凌晨六點左右 疑似左手腕骨折 醫師評估情況危急得後送就醫 高雄海巡隊頂著風浪前往小琉球救援 當時風力八至九級 陣風十一級 浪高達五公尺 海巡同仁秉持 時間及性命 速度及希望理念 於第一時間破爆立即前往運儲 海巡成功將人送到東港安檢所 再轉往高雄就醫 氣象局也預估 海龜台風外圍環流恐給屏東山區帶近700毫米雨量 就怕山區土石鬆軟 出現落石 屏東台二十四線二十七點四公里到三十七點三公里 德溫路口到神山路段 週日下午兩點 預警性封閉 後續得看天候狀況 並在道路巡查安全後才會開放 記者王耀廷 陳顯坤 屏東報導